歡迎收看BLACK SQUARE GAMMING,我是阿易 在劍盾中有4隻化石Pokemon 但一般的方法是捉不到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可以得到牠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在抗野地帶寄放屋前一點,有兩個掘道具的NPC 右邊那個掘得多但出的東西費 左邊那個掘得少但質素好 那我們就選左邊那個 有時我們會掘到一些化石 包括化石鳥、化石魚、化石龍和化石海獸 這些化石就是我們的目標 每樣要兩塊就夠了 最好效率就是掘 雖然化石可以撿,但真的不知道要撿到什麼時候 掘好之後我們就去6號道路 飛過來向左下,有一個女人和有部機 跟牠說話就可以開始選化石給牠 這樣就可以復活到這4隻Pokemon 牠們頭頭尾尾尾,眼裡好像放錯位置一樣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怎樣 只有蘇魚、海獸叫是正常一點 不過雖然牠們的樣子是奇怪怪的 但牠們也有些特別的 那牠們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牠們強在隱藏特性 在指定天氣下速度成2 雷鳥龍和蘇魚龍的隱藏特性是撥沙 沙捕天氣時速度成2 雷鳥海獸和蘇魚海獸的隱藏特性是撥雪 冰泊天氣時速度成2 速度成2加上升進速度 令牠們通常被對手快出招 在這個情況下 雷鳥龍和雷鳥海獸用雷鳥 蘇魚龍和蘇魚海獸用蘇咬 就可以發揮出很大的威力 因為這兩招技的效果是 在對手之前攻擊,威力會成2 本身這兩招的威力是85,乘2就是170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想知道想說想看的就留言給我們知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